一个人不控制自己的情绪 任由情绪宣泄 那是小孩 在公共场所做出这样的举动 不管是对你的男朋友 还是对别人 这叫没有教养 如果你真的认为 他在公共汽车上面 那个眼神里面透露的是那种猥琐的 你不能接受的 那这个男人你不要跟他谈恋爱好 如果你真的爱他 你得学会改变 尊重他 好好在一起 别再打他了 好男人经不得打 最后是会被打跑的 好男人经不得骂 最后不会骂的跟女客户好了 你说呢 好 一起进入 感荣吃蛋糕 好吃不上火的黄金六十年 被人这么久了 我是什么人你也清楚 我不是那种就是 动手动脚的人 我做一些也是为了你 我现在挣钱了 以后咱俩结婚 买一个不用买太大房子 那幸福就好 如果你这么对我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会走多远 我 我可以考虑为你改 但是你可不可以为了我 跟一生少接触一些 我真受不了 考虑考虑我的干涉 这是我工作 或者能不能有知己接触 我每次跟你说的时候 你总是这么说 你要是改不了的话 我也我也得可以想一想了 你总是这么无理取闹 你什么时候能改善你脾气啊 如果说可以的话 我可以选择换一份工作 我觉得不是非要换工作才能 你 我真替他着急 他换了职业 因为总是要跟异性接触的 他没有那么大的魅力 就算他有 也不是他的每一个女客户 都以被他占便宜为乐的 医生 这是你要想通的事 这个必须想通啊 要不然你会被自己折磨死的 听明白了吗 姑娘 好好想这件事 回去吧 谢谢两位 真着急 请关门 我们看到了一对 特别单纯的恋人 他们愿意为彼此的爱情付出 但是在情绪的控制 和情绪的管理上面 双方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最终他们会怎么选择呢 请开门 挺好 好 你咋回来了 其实你想清楚这件事就好了 扩大一些 男生你就看他真单纯 真可爱 他特别简单 对 他就是简单 他没这么想 你打他一下我看看 不打 以后还打吗 不打 你跟他承诺 你说对不起以后我不打你了 对不起以后我不打你了 你信吗 他的意思是说 你男朋友的意思是说 你回家里你爱咋打咋打 我都愿意受着是吧 就是别在公开场合打就行了 记住了啊 他就分不清楚这个亲密距离什么 也挺有意思 特别可爱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本节目礼品是由伊贝斯提供的 保时捷专享套装 在伊贝斯保时捷期间 加一元多一套 本篮目礼品由天天喝天天美的 玉芝林济石燕窝提供 接下来我们来见证 属于这一对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哇哦 抱一抱抱一抱 亲一亲啊 你能够 亲一下亲一下 亲一下啊 没说呢 继续继续 你以后 继续继续继续 不要停 不要停 你以后 他跟你的一段注意我 注意 我可以为你换一段工作 不用换工作 我心眼大点就好了 来帮他拿着吧 谢谢你们 祝你们幸福 请回 谢谢您的 谢谢您的